來勢洶洶南投埔里綜合球場旁的停車場 在下午接近4點鐘的時候 一棵大樹突然倒下 直接壓垮了一旁的三輛轎車 而當時其中一輛黑色的轎車 上頭還有一名34歲的孕婦 還好她當時是將座椅打平躺在車上 驚險的躲過一劫 我躺在我在車上睡覺 然後就感覺到風很大 然後就感覺好像樹要倒下來這樣 然後就看著那個就有醒來 然後就看樹倒下來 因為我有躺椅背有躺下來 所以就是還好沒有去壓到我的頭 因為椅背躺下來 如果是樹脂的話 可能就應該就出不來了 現場也叫來拖車業者來幫忙 而這名孕婦她的轎車呢 直接變成敞篷車 車頂破了一個大洞 拖車業者也幫忙將她把車子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葉小姐也補充 她當時是載著小朋友到綜合球場來運動 她自己一個人就待在車上 等小朋友運動完之後要載她回家 沒想到休息到一半 這棵大樹就突然的倒下 而葉小姐本身是懷孕37週 還好只有受到驚嚇 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以上有最新消息 到處理 好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